大家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今天我們台灣 受到這個高壓南下的外圍 所帶來偏東風的影響 各地天氣其實都還算是不錯 只是說我們台灣上空 有一些比較淺薄的這個雲系雲層 所以感覺上這個天氣 天空好像比昨天雲上稍微多一點點 沒有像昨天那麼晴空萬里 但是大致上還算是穩定 所以大家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好好把握 因為明天開始又會有封面雲系南下 那麼明天的這一波封面雲系 其實結構不算很紮實 也算是比較微弱一點 而且它通過速度是比較快 是略過我們台灣很快的 所以主要影響時間大概是明天的下半天 一直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接下來禮拜五下半天到禮拜六 可能是有一些空檔出現了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洗菜衣物的話 在禮拜五下半天到禮拜六 還可以把握一下 但是禮拜天的時候 還會再有這個華南雲系 到我們台灣附近來到下個禮拜 還會有封面雲系影響到我們台灣 所以在未來的一個禮拜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附近 會受到一波一波的這個 不管是華南的雲系水氣 或者是封面雲系的影響 天氣變化會比較迅速一點 不過主要影響範圍 還是以我們的北部跟東半部為主 因為目前看起來系統 都是比較偏北邊 中南部的話大致上都是 比較穩定的天氣 但是就是要特別注意 置業溫度比較大 還有空氣品質 那麼在這個溫度部分的話 北部要特別注意 是我們中午的高溫容易 因為這個天氣變化而有比較明顯的起伏 像是這個禮拜四 封面雲系南下之後 到禮拜五的上半天之前 可以看到我們的中午低溫都會下降到 大概只有20度 甚至這個20度左右而已的一個低溫 所以相對來說就比較偏涼 沒有像今天那麼溫暖 所以在從明天開始的話 大家出門在穿著上 可能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低溫的話大概是在15 16度左右 那麼南部天氣變化是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就是職業溫差比較大一些 低溫大概在20 21度 中午高溫大概是在26到27度左右 至於在下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未來四天會下一些雨 主要比較容易下雨的時間 是在禮拜四的下半天 到禮拜五的這個上半天 最主要是我們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顏色不算是太深了 所以都是屬於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暫的陣雨 禮拜六可能會有短暫空檔 但是禮拜五下一波這個 華南雲系影響到我們台灣 北部跟東半部也會轉成 由於有天氣並且有局部地區 可能雨時會稍微比較大一些些 那麼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要特別注意的話 就是我們中南部的空氣平均 有機會到達 這個橘色的提醒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另外在我們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可能有局部零星的短暫的陣雨 那麼明天各地天氣會慢慢的受到這一波 封面雲系快速掠過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 還有我們東半部地區 會轉成由雨的天氣 那麼中南部是比較不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南部還是要特別注意空氣品質 有機會到達橘色提醒的這個等級 所以重點的話就是 在這個禮拜四的時候呢 封面雲系會南下快速掠過台灣 迎封面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轉成由雨的天氣 而且溫度會稍微的往下降 最主要是這個中午的高溫 甚至到週末的時候 因為受到東北風的這個影響 連清晨低溫也會稍微往下降 所以未來幾天 衣物上要稍微調整一下 禮拜五下半天 降雨就會逐漸的這個趨緩 那麼禮拜天到下個禮拜一 還會再有這個華南雲系 或是封面影響到台灣天氣 還會再有變化